歡迎收看電玩家宿佩 我是主持人羅賀 大家平常是不是跟我一樣 動不動就會看一下 Steam 看看有什麼新遊戲呢 如果你有這個習慣的話 上週應該會發現 咦 暢銷榜冠軍的PUBG 居然掉到了第二名了 到底是哪個遊戲這麼厲害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講到以中世紀作為背景的遊戲 玩家們通常想到的是什麼呢 是要騎著巨馬消滅鬼怪來的英雄救美 還是要拔起寶劍與邪惡的巨龍 展開一場激烈的對決呢 這款知名工作室所研發的 天國降臨救贖 將要帶領玩家進入寫實的 15世紀歐洲 體驗極真實的中世紀 開放世界角色扮演遊戲 在遊戲中 將不會有妖魔鬼怪 也不會有會噴火的四角巨龍 玩家將扮演一位鐵匠的兒子亨利 在面對外來種族的入侵下 挺身而出進行反擊 並捍衛自己的榮耀 遊戲內的故事將採非線性的方式呈現 角色能以多樣化的方式 來擷取不同的任務 並打造出與眾不同的結果 到底會出現怎麼樣的結局呢 這就等有喜歡的玩家們 買下來解開囉